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可以问助教来完解决 我对小学班主任的印象才太差了 所以我更愿意称为自己是导师 英才师教嘛 每个人的学习点可能都不太一样 我绝对帮你治疗你的滋空力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你的二周小王子 在你报班的时候呢 老师肯定是最重要的 他在70%到75% 但另外两个也很重要 所以在报班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助教 什么叫助教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就是一直联系老师 因为老师他可能在上课 但是呢你明天要去考试了 这时候你不是很急吗 对不对 这时候你就可以联系助教 助教的话 它能帮你解决一些课外的一些知识点的一个补充 另外的话 你有可能有时候因为有病成假了 或者不知道作业在哪里 或者不知道练习内容怎么练 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可以问助教来帮你解决 所以助教很关键 所以你不但有个老师 更加有个助教 这样会帮助你的学习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同样非常重要 我刚刚说老师在75% 我觉得另外25的部分就板在一个叫做导师的一个角色上 其实可能用班主任更加好点 但是我对小学班主任的印象才太差了 所以我更愿意称为自己是导师 导师是做什么的 OK 第一 导师是教你学习方法 我希望大家学PTE嘛 不但把PTE考出来 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一套如何学习的方法 对吧 这很重要的 所以而且英才师教嘛 每个人的学习点可能都不太一样 有些基础好以及基础不好 有些要快速出分 有可能半年出分 这些都是不一样 这是导师来帮你调节的 因为上课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学生的知识点是不一样的 对吧 第二这个导师干什么呢 他会帮助你一些自控力上的问题 对吧 有些学生他最大问题有拖延症 对吧 或者懒 或者没有自控力 或者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对吧 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那这时候导师出来 我绝对帮你治疗你的自控力的问题 对吧 就是不让你有拖延症这个形象 对吧 那第三个呢 就是你的身心方面的 对吧 可能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 可能因为这就像一个叫OK啊 工作法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其他的状态影响到你的学习 对吧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些学生 对吧 因为整天碰渣男 对吧 一会儿碰渣男 一会儿碰渣男 怎么考出PTE呢 对不对 那就肯定考不出来吧 对不对 还有就是因为可能跟心理方面 有些学校的问题 对不对 人际关系这些问题 只要你影响到考PTE了 对我来说都是我导师我的事情 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就是 专门有个课程叫做 如何教女孩子防渣男 完全就是为了考PTE服务的 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太多渣男了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导师做这个职责 简单说 因为你这个状态 叫OK啊 工作法 因为这个状态影响到你复习的PTE 这都是导师的责任 所以你在选家教育机构的时候 确定他一个老师要好 因为正在75% 第二你要确定他有个助教 第三个确定他有个好的导师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 把你考出来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评论关注 我下载了 拜拜